2012年3月 马总统跟前教育部蒋伟林部长 还有教育部的官员 南下谈了二中 就12年国教的事项做说明 当初本人有建议 社会不仅仅是学生家长 连老师校长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因此向马总统建言 教育应该要准备200分 来做100分的事情 很可惜 马总统没有接受 教育部部长也没有接受 他们执意而行 也因此造成规划不周 社会适应不良 而明眼示起 责任政治的归属到底如何 我相信社会自有公端 第二点 心智上路固然允许民怨 但是如果教育部 愿意团结各个县市 回归12年国教 多元学习 四性洋彩这样的精神 还是会有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一次所引发的问题 但很可惜 教育部当初高举改革的大旗 但是在执行策略上 却处处受制于北北基 导致以政策失败 又率先跳船 只求切割责任 将问题丢给地方政府 甚至于放任多数的县市 所谓多元比序 形同虚设 昨天北一里的校长讲得很好 台北市的这个多元比序入学 免事入学 多元比序92%的人都满分 表示什么 表示很多县市 他们的免事入学里面的多元比序 其实是形同虚设 是靠会考的成绩 决定高下 所以从三等地 市标市 现在要求十个级距 来分出治愈的这个高下 这样的话 跟基策跟联考的年代 到底有什么不同 教育部目前的决策 可不可以跟国人讲 这个到底有没有回归 社会所关注的 十二年国家的精神 因此对于 目前教育部的做法 台湾市政府 没有办法认同 我们必须要指出来 台湾市政府在 在这波十二年国教里面 是最落实 多元学习 世信良才这样的教育里面 也因此呢 我们 教育局结合台南 各界 包括校长 老师 家长 关心教育的 朋友们 所讨论出来的多元比序 是最有鉴别度的 今年年考下来 只有六个 同分的孩子而已 不像其他的城市 百分之九十二 台北是百分之九十二 都满分 其他城市 我想我就不必多元 台南市是最落实 十二年国教精神 多元学习 世信 洋才 这样的理念 去设计了 美式入学 但是呢 我们同时 也希望给 有学术才能的孩子 也有机会 进到他理想中的学校 因此 台南市在今年 也办了特色招设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 不会 停办特招 尤其是在 台南市多所高中 已经表达了 要求续办 特色招设的状况之下 我们不会 水波逐流 我们会坚持走对的路 我们会坚持 落实十二年国教 多元学习 世信洋才 这样的理念 我们不愿意 去进行所谓的 假多元 而真会考 这样的做法 我们的 每次入学 多元比叙 还是会维持 让各种学习才能的孩子 有机会进入理想中的学校 我们所举办的特色招设 不是特尊治愈 而是也希望 开以上能 让有学术 专长的孩子 也有机会进入 他们理想中的学校 两者并重 落实多元学习 落实多元学习 私信洋才 这样舍连国家的精神 但是 我们今年的特招 续办特招 我们会严谨审查 必符合特色教育的特色本质 第二个 我们所办的特色招生 在实陈上会提前 并设文侃 限制报名资格 同时也会简化考试的方式 加快阅卷速度的方法 使其能够与免试 同样 一并提早方法 不会拖延考生 就定位的事成 也能够让学校 能够尽数 安排下一个学习的课程 跟各种 学校上面的作业 第三点 免试入学超额比拒的项目 跟配分 我们会依照 本市教审会的决议来办 换句话说 我们办特色招生 我们也会依照 我刚刚所讲的三个原则的办 让12年国教 社会讨论几十年 立法院也立法通过的 12年国教 在台南得有一线生机 否则 我们社会可以这样讲 如果照教育部目前的做法 可以说是宣布 12年国教已死 所谓教改的最后一流路 更是表不可及 台南市政府 会坚持走对的路 但是我们也会把特色招生办好 避免家长学生还有学校的 因为时程上的延长 而产生的困难 我想我做这样说 台南市政府尊重 台南市区区内各高中职 虚办特招的意愿 所以市政府会支持他们 会来虚办特招 但是呢也会来解决 因为特招跟免试两种考试 时间过场造成学生 家长学校不担的问题 我们会朝向 在市政府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